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天气好好啊 我被委托要来接待一个重要的贵宾 据说是什么来自远方的皇帝 我现在有皇帝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皇帝 看见皇上还不赶快下跪 可是啊 我每次看的那种皇帝 他都有穿龙袍 今天皇上是微服初旬 皇上有点饿了 那带我去吃什么东西 哪里呢 马车 马车呢 好 我要跟你讲一下 我们这个年代没有马车 不过也是有一个交通工具 是开头也是M的 MRT MRT 对 也是马 我要去看一看 好 要走一段路你OK吗 你现在不是变马吗 来 不是我啦 我是皇后OK 你皇帝我皇后啊 你这个样子像皇后 我没有带路你知道去哪里吗 跟在我后面 你是跟班 来 皇帝来 对 对 你现在今年7月全面开通的苏埃部落 到卡江的MRT路线 平均约4分钟就有一趟 方便快捷之余 还可以到达31个不同的站点哦 今天就来个MRT美食总会 乘搭公共交通秘食区 第一站就先从万达镇班达乌塔玛站 前往苏利亚苏苑找寻中日创意料理美食吧 好舒服 不错不错 而且更好的是啊 我们可以避开塞车 你知道什么塞车吗 塞 就是有很多的车 塞在马路上 没有办法动台 还是苏利亚 是什么意思 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站的名字 等一下我们就要下对站 从苏利亚下站后 就可以跟随着路牌 往A门和Siaran苏利亚走去 接着就可以跟随 Sunway Nexus指示牌前进 只要步行6分钟 就可以到达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咯 听说这里有件很有特色的餐厅 真的 但你看装潢设计就已经很惊喜了 如迪是我们使用一个partner的名字 然后福 我们相信福是吃东西 是一种福气 因为我们都是年轻的嘛 然后我们都很想看漫画 都是男孩嘛 然后漫画 不一样啊 跟人家不一样啊 我们以面为主 以前我们去吃一轮面 跟茶色 就是copy bank 可是我们这里serve的是 Espresso Latte Cappuccino It's a不错的competition 这一家餐馆 看起来古色古香 可是有一种很现代的感觉 哇 你看茶的颜色也是透明色的 我们都叫它白开水 不要说这么多了 来赶快吃 这个是比较港式的银豚面啊 感觉上这个面很好吃哦 对对对对 因为你看它条条分明 嗯 我们背它的外表片了 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一点点酱汁 捞起来的时候 你怕它会有一点干 可是你吃的时候 有一点点甜甜 微甜的感觉 真的是比较港式的那种 是 然后它就有点湿润湿润 而且它的酱汁我觉得 调得很有特色 带一点甜 又不会过咸 我觉得它的面特别的爽快 你知道吗 很有嚼劲 这个银豚好吃耶 诶 你不要这么贪心 我们还有别的东西要尝试的 有点我要纠正你 哈 跟皇上说话不能用A 诶 在这个时代是尊称来了 你不信你看 诶诶诶 你看它都印我了 哈哈哈哈 好啦 原谅你啦 来吃这个 诶 这个叫什么啊 这个叫做 Soft Shelf Crack Japanese Laksa 诶呦 这是Laksa 是咖喱 哇 你们看这个 很像我们现代 吃的一种Korobok 上面有花生的那种 吃下它这个面 哦 这个是拉面的样子哦 嗯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 妞妞 style 它的面是煮的适中 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的那一种 然后最主要还是它的那个 gravy 它的这个咖喱的汁 蛮浓稠的 可是因为这样子使到 那个面哦 变得更加的滑顺 而且面条是吸收完这个 咖喱的汁 它其实不会很香哦 也不会很辣 真的有点像热饰那种 很kawaii的感觉 而且啊 它这个面条 蛮有弹性的 咸 香 酥脆 不会呆板 也不会没有灵魂 我建议就是 你要吃这个啊 你不要把它浸到软软的 你要把它稍微放在旁边 如果你要单吃这个软的蟹的话 是可以的 可是它的味道是比较重口味一些 可是如果配合面一起吃 它的味道就刚好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麻婆豆腐饭 是的 先把它捞一捞 还有炸的这个豆腐哦 可是它摆盘摆到很美耶 真的是不舍得捞耶 有肉碎 它的那个茄子 肉碎炒得很香 很好吃 没有关系 开玩笑 它的肉碎还有茄子啊 再搭配那个鸡蛋 就使它那个饭呢 变得很湿润 而且呢 味道是非常的丰富的 它有一点麻辣的香味 可是没有不会过辣 还有呢 我们这边有小菜 这个呢 是用白兰蒂酒 还有梅子酒和酸梅腌制的 tomato 白兰蒂是哪一个国家的皇帝啊 就是酒界的皇帝 哦 是 虽然它就是有用了两种酒 来腌制 可是不会说非常非常浓的酒气 反而是酒的甜 有没有 尤其是那个梅子酒 对那个梅子酒还有酸梅的味道呢 使到这个番茄它本身有的一种 那个蔬果的色味减少了 还有 接下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有听过腐竹鱼麦吗 为什么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 西式版的 你看 它还有一支麦克风 testing testing 没有你看 它是这样子吗 这样 没吃到我的麦克风 它很像酥皮耶 甜甜的 我以为它是平常的腐竹 没有啊 然后里面就有白果啦 鱼麦啦 然后还有就是 很大力的半颗蛋 里面好像布丁啊 这个真的不一般的鱼竹鱼麦 应该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所以它有一点西式那种豪迈的感觉 它不会像我们平常煮 意米水煮到比较烂的 它是比较脱的 口感很好 好啊 赶快吃一吃 我还要带你去搭这个MRG 去下一站呢 表现不错 好 赏你 无聊银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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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站就往嘉穎 咖匠方向前进 从苏利亚苏让上捷运后 一路乘搭到五级免灯 Buket Bintang站 出站口后往低门前进 跟着店铺直走 步行约八分钟 就可以到达今天的第二站 博威年广场 百年美味焖鱼一锅 这间以焖为主要烹调手法的 全新饮食概念餐厅 就位于这购物广场里头 除了享用这道御膳民谣之外 店里的其他美食 也是响当当的美味哦 就像这个嚼劲十足的招牌八爪鱼 作为开胃菜就最为合适了 你看 虽然是搭MRT 不过来到这边 就像皇上一项可以用这边的美食 废话少说 皇上请你吃这个 是很难得的 你知道吗 你跟我来说 这个是以前清朝啊 对 宁治皇啊 同治时代 是啦 他吃的一个御膳房的美食来的 对啦 不过现在就有稍微改良的 然后就比较适合现代人嘛 你看满桌都是美食 要吃哪一个 先吃凉菜 你知道开胃菜 OK 这边是他们的招牌八爪鱼 然后下面有一个QQ的 好像一个反正的 这个是红薯 这些都是来自中国北京的吗 是的呀嘛 嗯 嗯 开胃哦 因为它是那个小小的八爪鱼 有没有 然后它是整只 然后应该是稍微汆烫过后 所以吃起来很Q的 这个面条 它的弹性还有它的Q度啊 真的不是一般上你所吃到的 一般上大家都觉得说 中国的料理啊 有时候那个味道 口感很重对不对 这个开胃菜做得很好 所以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呢 是很舒服的 黄金黄的三十门锅 其实还来源自 一百多年前的清朝的一个Recipe 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们创始人 他的祖先在清朝皇宫里面做厨师 我们的那创始人黄跟董事长 他就把这个秘方 就变成今天这个 我们所看到的三十门锅这个东西 我们先吃这道 还是要先吃米粉 好 因为呢 这个米粉它会吸一汁嘛 对对 我们不会让它泡太久 嗯 哇 哇 那个蔬菜的味道很浓烈 它微微的辣 微微的辣 然后干干的 然后最主要还有 还有掺了鸡汤 还有一股那种骨 熬出来汤的那种味道 我觉得这个面很特别 因为你一开始喝的时候 它是那个蔬菜的清甜清新的味道 那当你以为它是清汤的时候 那一股麻辣随之而来 然后就带给你另外一种刺激 这是双重的享受啦 等一下 先从鱼开始吃 对对对 要吃主要的 对要吃贵的 这样讲也没有错 不过是让你慢慢吃 先吃主要的 然后再吃它的那个底部的那些菜 我们每一个三十门锅都有一个底油 那底油是超过上十种的药材 然后再铺上十种不同的菜 再铺上你所选的托盆 然后就配上那个酱汁 然后就焖 在那个锅里面 焖大概到十到十五分钟左右 根据你的那个混合 难怪黄上会喜欢 那个鱼它本身就吸收了这个酱汁之后 其实再加上它本身那个鲜甜的味道 其实入口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因为它的那个药材为什么是香料呢 真的是很重的 可是它的味道不会过咸 这一点就是导致你会觉得说 吃下去有一种很多的想象空间 它的味道是完全 侵蚀任何一个舌头的部位 很厉害 真的 而且你知道吗 我刚才吃这个Soton的时候 他们其实有分步骤来焖的 先放了这个再一层 然后再放鱼 再放Soton那种 让它不会焖到太老 而且是用低温焖的嘛 所以你就是可以吃到多层次 然后你吃到最后的时候 你知道它可以变什么吗 火锅 很厉害的 第二部分其实就是火锅 就可以加一些高汤 用回原本的酱料 菜汁加的酱料这样子留下来 然后加一些高汤 就变成我们所熟悉的火锅 所以是二合一的独特的吃法 OK 我们现在要裹一裹 我们可以吃这个粥 黄金海鲜粥 黄金海鲜粥 上面还有一些炸过的金针菇 它的这个粥已经是煮到很稠很稠了 然后它的米粒就是变得很细小的那种 对啊 天啊 好好吃的粥啊 因为它用那个南瓜去煮嘛 所以它有一种很天然的甜味 而且再加了海鲜 所以整个味道是很舒服的 而且很幸福啊 那种温暖的感觉 你知道吃粥是暖胃的 所以这个粥一吓喉咙 一吓到胃的时候 就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 那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天天煮给我吃的话 我会很爱你啊 皇后 幸好 幸好不用 好 我们现在让这个火锅滚一滚 等一下我们要用那个 手打冬菇肉丸 还有那个响铃 炸响铃来做它的配例 来 我们先吃这个炸响铃 三秒 好 一 二 转下转下 三 超不了 哎呀 你也太软了 我这个浸泡五秒的感觉上 它还是带一点微微的脆 可是我觉得稍微多了一两秒 比本地的那个鼓竹哦 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香味在里头 两秒 两秒 我出来一下 然后旁边沾 一 二 好 你就可以吃到那个 层层的脆 好像像那种酥皮一样 我知道为什么要放两三秒 最两秒 因为它最主要是要给你沾一点那个汤汁 对 稍微温热一点点 不然它是凉的嘛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要吃它的那个 手打冬菇肉丸 很有那种弹性 有没有 脆脆QQ 好像脆脆上会弹回来那种感觉 它里头有很多冬菇碎 而且它的肉质呢是非常的香的 咬下去呢有弹性之余 还有那个猪肉的本身的那个嚼劲啊 有点韧性的比较 很好吃 好吃耶 真的 带你最心爱的人一起来吃 多吃点啊 等一下我们还要继续再搭MRT啊 很方便的啦 没有这样辛苦啦 嗯 好吃 嗯 好吃 来来来 follow me 继续往嘉义方向前进 最后一站就去到了交赖MRT 品尝老少咸仪的美味佳肴 出站口后 跟随着低门往Jalan Churras 和Jalan Churras 的指示牌走去 步行约十分钟 就可以到达今天MRT美食总会的最后一站啦 这间餐厅的名字还真是好一头啊 听老板说 这里的菜式都是他亲自研发的 而且道道都是功夫菜 就像那铺满蛋丝的金凤鱼 软脆结合的鸳鸯县菜 还有结合泰式风味的酸肝蒸鱼海鲜等等 每一道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啊 说实在啊 天下美食实在不计其数啊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带大家乘搭公共交通秘食区 我说啊 皇后 走十多分钟的路 未免太久太累了 等一下 是我们马来西亚人还不习惯 好像在国外啊 他们有MRT的 已经走习惯了 有时搭到一个点 然后走一个十几分钟 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是哦 是 是我们不习惯 来来来来 快点喝这个了 哎呀 补回一点点啊 好 这个就是用这个 青铃来蒸海鲜 哦 新了啊 哇 虽然这个不是补汤还是什么 可是它这个很泰式的 酸甜辣的滋味 真的很开胃啊 我觉得它酸是有 可是它有带一点点甜 而且不会像青铃鱼这么辣 是啊 你吃得出它是比较中式的感觉 是 老板娘说 这是很多年轻人都爱吃的 是的 然后我们也爱吃 大家都爱吃 好年轻 哇 新鲜新鲜 其实我有点担心 就要放在这边 然后在下面点火嘛 会不会太熟 可是不会啊 这样刚刚好了 那虾 哎 新鲜啊 一咬下去 那个汁喷出来了 好滑嫩哦 而且很有弹性 虽然它并没有吸收到完 这些汤汁酸甜辣的滋味哦 吃到的还是虾的原汁原味 可是在配合它的这个汁 一起吃的时候你就觉得 哦 好开胃 你知道这是清零嘛 它自己本来已经给你清新了 嗯 然后你再加上海鲜新鲜的话 你吃起来就会很舒服 很多东西哦 有茬汁啦 有蚝有辣辣 有蚝有辣 等等的 嗯 一片给你 其实我想要拿一点这个 你看它很松有没有 对对对对 这是奶油蛋丝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很松 它将金蜂鱼喔 多片之后啊 然后呢 就炸过 然后再用这个奶油蛋丝啊 配合它一起呈现出来 感觉应该很不一样 你放在嘴巴里面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吃到它那种松松 很有空间感的那种感觉 之前我也是有吃过 类似的奶油蛋丝金凤鱼 那我觉得它的味道 真的比较清淡一些 是的 就是一种微微淡淡的 奶油淡香味 如果你自己想要让它更中口味 你可以沾一点 那个泰式的辣椒酱 然后要沾一点点吃 因为其实它起片过后 它的那个裹了粉不会说太厚 炸锅的 这个像腾菇辣的那种样子 对啊 对啊 所以这里的厨师肉是老板娘老板 他们都是很喜欢吃不同国家的料理 然后把它又结合在中餐里面 厨变耶 这个好吃 我不懂但是 那个粉里面加了一点调味 有什么你咬下去吃下去 就是有一种咸香味在那里 OK 咬到出来刷一点甜甜的 对啊 最主要它炸了哦 不油油 然后你如果你想要吃 保持它的脆度的话 你就不要把它捞进下面的芡汁 下面是湿的这个鱼菜 有酒香气 拜拜 拜拜 说真的 这个鱼鱼菜呢 它这个湿的部分哦 真的是很清甜 然后再加上它有一点点的那个咸淡的那种 咸香味这样子啊 嗯 而且它的那个上汤其实是很够味的 然后又很滑溜啊 所以吃下去的时候呢 有一种很爽快的滋味 然后再配上那个炸锅的 所以一菜两吃 无论你是吃到湿润的或是很脆的 其实带来的那种舒服很好吃的感觉 都一样 是 如果比较喜欢那种鸳鸯啦 我会选这个 我会更喜欢这样子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好 像我们刚才讲的炸的那个部分 炸的不会太重口味 吃下去不会那种油油腻腻 你不会觉得吃了很怕 很好吃 来 你走很多嘛 来 你行不行 这个是蹄羹 猪脚羹 猪蹄羹 你说皇上是猪蹄吗 哎 你想太多了 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嘛 真的 我很喜欢这个 因为发觉 哇 那个弹跳的感觉 是不由自主的 在那个嘴巴里面 哇 不断的很有活力的 一直跳动 你可知道这个鸡羹 OK 就是那个猪蹄的羹 猪脚羹 它真的很有弹性 而且啊 我觉得它们煮到很入味 有没有发觉 很香 那种咸甜的味道啊 就做得恰到好处 很赞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是瘦肉的部分 很好吃 然后刚才我在吃这个猪蹄羹的时候 除了就是非常的有弹性 很Q 之外呢 它有一点像是 鱼镖和海参的结合体 然后它的味道就是完完全全吃 就是用靠它的这个卤汁来提味的 这卤汁的香味非常非常的够 里面应该还放了一些钓片 所以那个钓片的香味在里头 这个除了这样子吃配饭吃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要求蘸 用那个馒头来蘸 馒头蘸它去吃 嗯哼 你两边那两粒馒头又拿下来吗 你整粒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整粒啊可以分 放肆 这样就跟皇上说话 长嘴 我是皇后耶 皇后可以乱讲话的 皇上就可以乱乱长嘴啊 你真的拔我 那给你拔了呢 我才不要 肮脏我的手 你可以透过以下方式 重温好价精彩片段 然后里面就有白果啦 乙卖啦 然后还有就是 很大力的蛋壳蛋 因为呢平时呢我们吃这些甜品啊 它是放那个鸩蛋的 鸩蛋 鸩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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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